11月10日周五盘前板块分析 一周过的时间真快又到了周五 昨天的周四 虽然没有出现黑色周四 但是指数是红的 但是下跌的个股是比较多的 持续震荡了这么几天之后 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多变数的 今天必须有权重板块启动 否则那就是要必须这个题材 也继续往上冲才能稳一稳 那么昨天晚上还是有点消息的 第一条就是工信部要统筹 规划建设数据中心 这个应该对算力今天的板块 会不会有继续呈现出强势的走势呢 那么我想起来去年4月27号的那次 比较大级别的上涨 大家记住吗 中间也没有明显的休整 那么这次会不会演绎 像上次那样的行情呢 这个地方我们还真得琢磨琢磨 有些板块呢 我们要持续的还是要跟踪啊 没有出现上涨衰竭信号之前 我们还是要不要太保守 但是呢 对于连续上涨已经出现滞涨的 这样的板块 要坚决的减藏 注意呢板块的轮动 昨天晚上呢 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华为呢 智能选取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首发的正式发布 这个呢对这个汽车相关的 智能汽车的相关的概念 是不是也有一点正面的刺激作用 我们看看今天10点20来我的直播间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盘面的变化 那么看看昨天这些板块的表现啊 从这个概念板块看呢 好像是还有一些热点 你看什么电池类的呀 什么引脑工程类的超导概念的呢 什么炎灶太阳啊等等啊 还有呢 你包括这个行业板块当中呢 煤炭跟光伏社会出现了一定的上涨 电子化学品呢也有上中 其他的就不行了 你看上涨超过1%的板块 一共才有三只 那么下跌的板块呢 超过1%的就是挺多 尤其呢像文化传媒 消费电子啊 整车呀 还有游戏呢 都是在跌幅榜的前列 都是大前天长得比较好的周三 所以说周四呢 题材是降温 然后其他的板块没有有效的跟上 昨天有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护身300的这个系列呀 多少有点起稳的动作 我们看看今天它能不能持续的发发力 如果这样板块要轮动起来呢 这个地方还是能支撑的走一走的 但是呢 数据统计呢 已经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了 大家要多少小心一点 板块的轮动或者是调整 有些板块出现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调整 注意一下啊 我们来具体看一看行业板块的分析 先来看一看上涨的 第一个呢 我们就要看看煤炭 实际煤炭最近根本就没有反弹呢 连续调整之后做一个收敛的整理形态之后 然后一颗大阳线比较大的阳线板块 震荡之后呢 它会有一小波行情啊 至少是一小波吧 这要行判断 我认为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光伏设备啊 昨天呢 这个量放的不小 但它是一个补涨的系列啊 大家要注意的是 它经过连续的光伏确实是严重超跌 严重超跌之后呢 昨天又出了一条利空这个头子 头子出现利空之后呢 可能理解为利空出尽呗变成利好了 所以说这种反弹呢 现在还没有衰竭的信号 现在还没有 注意衰竭的信号 然后呢 步入整理之后 判断这里面出现反转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 电子化学品很明显 大家看吧 一个上影线 带很长的上影线 有点短线见顶的这样的一种迹象 估计回落之后呢 再说吧 你看这个分时看得很明显 冲高之后回落 留学长长的上影线 这是一个至少是降低仓位的这样的一种信号 回撤整理之后呢 看看是否再有加仓的这种盘面的表现 像非金属材料呢 它这个反弹的趋势倒不是太明显 因为成交量放的也不够大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随时都有可能向下 注意啊 它反弹的天数已经达到一定天数了 另外成交量不放大 多少要注意点 石油这个行业呢 也是出现了联系反弹 不过距离前期这个高点很近 大家注意 成交量也没有放大 所以说呢 你就要注意谨慎的状态啊 电力行业呢 跟这个电力的ETF走势是不一样的 电力的ETF呢 走势是以空间为主的向下的调整 它的调整呢 说明一些占指数类的电力的板块 个股呢 它是拖累指数的 这样的走势呢 说明电力板块当中绝大部分个股呢 它是有的是上涨的 才造成了这种走势 这种走势 但它最近也没有谈 判断了它有没有那种补涨的可能 我们最希望这些二线蓝筹的板块呢 出现一个补涨的动作 再来讲 再加上券商 如果今天再能发力的话 那么这个指数还是能够稳一稳的 否则的话 提踩股的很多的部分应该步入到调整 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 如果这些二线蓝筹的东西 除了包括券商在内 他们要不动的话 这个地方的走势还是不容乐观的 电击这个方向呢 出现连续反弹之后 也有相对的短线的小高点的 这样的一种滞长的这种现象 大家要注意一下 电池这个就很难确定 为什么 它上涨之后横盘 横盘之后可能选择上冲 上冲之后再做表现 现在就是一种持股的状态 并没有完全的改变 你要注意一下 既然有可能上冲 它就有可能 也有可能回落 这种弹长的走势 是没有方向感的 但它前面连接的是反弹 反弹的一 三 反弹再冲一下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我判断概率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化肥这种走势呢 略向上倾斜 收十字星是一个谨慎的信号 钢铁最近实际它没有反弹 像煤炭一样 煤炭昨天已经起来了 它还没起来 我们说这些二线的蓝筹 怎么能表现一下 对盘面形成重要的支撑的作用 文化传媒经过连续的大幅反弹之后 很显然要步入到整理了 消费电子连续大幅反弹之后 会有一定的整理 不过消费电子可是一个多头的走势 比较明显的还是 汽车整车走势 实际它是走势是比较犹豫的 这地方虽然放了量 但是它的内部的分化是比较严重的 你举说汽车的比个 有一个权重 它走的就是趋势走的不好 巴菲特持续减持的那一个 跟前期高点也很近 这个地方估计会向下的调整调整 游戏跟传媒差不多 联系反弹之后 有持续整理的这样的一种要求 汽车服务也是连续反弹之后 前天收了一个十字星 昨天的一个阴线杀下来 形成明显的顶分形这样的一种 刻线组合继续调整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中药也是连续反弹之后出现一颗调整 这样第一颗阴线出现之后呢 大家都要注意 反弹之后的第一颗阴线都预示着调整 阴阳持续啊 即使是今天再收出小阳线 那也要是一个谨慎的旗号 除非它收出了一个大阳线啊 这一点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最后我们来看看证券板块 这个证券板块啊 周一在利好的刺激下啊 出现了一个高开的一个相对大的阳线 但是总体上看啊 这个地位的成交量 照7月25号这个启动的位置的成交量 还是差那么一些啊 差点不多啊 但7月25号在盘整两天之后呢 一个长阳线拉起 那么证券呢在盘整三天 仍然没有拉起 这就是它的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的启动 还是多少有一点瑕疵的 看它今天再不能拉起 如果今天再调整一下 那么这地方的性质可能就变了 变了之后呢 可能也就是说 券商当中的并不一定是指负性的行情 可能会是个股的有些行情 就真真正正是有重组题材的 会有一些表现 那么其他的呢 可能会没有一些表现 这样来讲呢 就会对指数的形成一定拖累 如果这个地方真是真真正正的动了 那么今天大概率就要往上冲 不往上冲呢 可能这个就是要相对谨慎一点啊 总体上维持这样的一个判断 那么更多的盘面即时观点呢 10点20来我的直播间 我们一起来看盘 谢谢大家